暑假时,狐狸猫约了大家一起出去玩 一进到水上游乐园,小树蛙马上选了一艘装有寄宿器的橡皮船 迫不及待地去玩滑水道 一旁的狐狸猫拿出头戴式摄影机,让小树蛙带着 想帮它记录玩滑水道的刺激过程 咻!小树蛙一松手 橡皮船便直直地从滑水道的最高点俯冲下去 只听见噗通的一声,小树蛙已经冲进水里了 上岸后,小树蛙兴奋地请狐狸猫看看自己有没有将影片拍好 狐狸猫看着只拍到计时器的影片,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只见它找来了一旁的卖卖,开心地宣布 今天我多带了一包饼干,谁能答对我的问题,我就请它吃饼干 什么问题呀?小树蛙兴奋地问 狐狸猫说,你们看一下滑水道的影片 猜猜看小树蛙从滑水道滑下来时,是做哪一种运动? 麦麦一时还没反应过来,试探地问 呃,游泳 小树蛙赶忙抢答 不是啦,选我选我,是加速度运动 狐狸猫说,小树蛙答对了,但是你还要说出是哪一种类型的加速度运动? 小树蛙吓了一跳,加速度运动还有分类型? 狐狸猫得意地说,当然有,让我们先复习加速度观念 我们上次有学过,平均加速度是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量 而如果在这个单位时间内,物体的加速度大小和方向始终保持固定 也就是在VT图中,加速度线条呈现斜直线 就代表这个物体正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刚刚小树蛙玩滑水道时,就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对了,小树蛙你只答对一半 所以只能请你一半的饼干 小树蛙不服气地说 你要怎么证明我刚刚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狐狸猫拿着小树蛙的影片解释 你看你拍到的寄宿器 一开始,你的速度是每秒零公尺 一秒后是每秒三公尺 两秒后是每秒六公尺 三秒后是每秒九公尺 算出来每一秒增加的速度都是每秒三公尺 也就是加速度值都是每秒平方三公尺 而且运动的方向都相同 当然是做等加速度运动咯 小树蛙摸了摸鼻子,接受了一半饼干 突然想起之前听过最早是由咖喱略发现等加速度运动 它好奇地问道 古代没有寄宿器 咖喱略是怎么发现等加速度的呢? 狐狸猫反问它 你先想一想,速度和什么有关系呢? 小树蛙想了想,回答 速度是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 该不会,咖喱略是用物体移动的距离算出来的吧? 狐狸猫拍手说 Bingo! 咖喱略曾进行过斜面运动的实验 首先,他准备了一座有凹槽的光滑木板斜面 并在这个斜面上释放一颗小铜球 观察这颗铜球每一秒移动的距离 最后观察到的结果如图中显示 讲到这里 狐狸猫忽然停下了 它问小树蛙 你能算出实验中铜球的加速度吗? 答对了还有饼干哦 荧幕前的你 一起帮忙小树蛙转饼干吧 小树蛙看了看图 借由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 算出了铜球0到1秒的平均速度 为每秒0.2公尺 1到2秒的平均速度 为每秒0.6公尺 2到3秒的平均速度 为每秒1.0公尺 3到4秒的平均速度 为每秒1.4公尺 接着 它又用平均加速度的计算公式 算出了铜球每段的平均加速度 都是每秒平方0.4公尺 狐狸猫补充说明 因为加速度固定是每秒平方0.4公尺 所以咖喱略就得出铜球是在做等加速度运动的结论咯 小树蛙想了想 问狐狸猫 既然距离能推算出加速度 那能不能使用加速度回推计算出物体的总位移呢 狐狸猫理所当然地说 可以啊 而且还有一个小撇步哦 你看 这是你玩滑水道的VT图 而物体的总位移 刚好会等于VT图上的线段和时间轴所包围的面积大小哦 小树蛙听不懂了 它连忙发问 怎么知道相等啊 狐狸猫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一个做等速度运动的物体运动状态可整理如下VT图 以致物体在4秒内速度都是每秒2公尺 代表物体每秒皆移动2公尺 4秒后物体移动每秒2公尺乘以4秒等于8公尺 而涵盖的面积计算也是8公尺 由此可知 物体的总位移会等于VT图上线段和时间轴所包围的面积大小 小树蛙脑袋一转又突然想到 除了XT图、VT图 该不会还有专属于加速度的图吧 狐狸猫点头说有 只见它又画出了一张图 解释 这是AT图 纵轴是加速度 横轴是经历的时间 可以用来观察加速度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前面滑水道的例子 绘制在图上 会呈现一条水平横线 这就代表小树蛙从滑水道往下滑的过程中 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了解等加速度的相关知识后 狐狸猫帮大家整理了一份重点笔记 如果加速度的大小及方向始终保持固定 则代表物体正做等加速度运动 当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其VT图为一斜直线 物体的总位移会等于VT图上线段 和时间轴所包围的面积大小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如果我们由高处水平抛射出物体 物体会做等加速度运动吗?